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就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进入第三单元的学习 第三单元信息处理工具及信息安全由四个课室组成 在这四个课室中我们会学习计算机硬件系统 计算机软件系统 信息技术及其发展 信息安全与社会责任等内容 这节课就让我们先来了解计算机的硬件系统 小达 听说你们在暑假里制作了三国演义电子书 我也看了做得非常好 老师你也知道了 你们在制作时运用了哪些信息处理工具呢 我们主要运用计算机实现电子书的制作 我们觉得计算机处理信息非常高效 但是对它的工作原理却不太了解 对此我们非常好奇 的确计算机作为信息技术的基本处理工具 对大家来说可能是既熟悉又陌生 说熟悉是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学习的伙伴 说陌生是因为对它的内部结构 即原理不甚了解 确切地说每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 都是由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组成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揭开计算机内部神秘的面纱 我们来研究这样两个问题 一计算机的硬件组成与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二 基于该结构原理的微型计算机 其基本配置有哪些 让我们从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讲起吧 它的名字叫爱尼亚克 它有18000多个电子管 1500个机电器 重达30吨 占地170平方米 这两张照片向我们展示的 正是操作爱尼亚克的场景 爱尼亚克每秒钟能计算5000次加法 它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发明 但是它有两个主要的缺点 一是存储容量太小 只能存20个资产为实位的实定之数 二是用线路连接的方法来编排程序 因此每次解题都要依靠人工改间连线 准备时间大大超过实际计算时间 我们来看看科学家是怎么改进的 科学家们针对第一台计算机的不足 提出了今后计算机设计制造的建议 例如 第一 计算机应包括运算器 控制器 存储器 输入设备 输出设备 五大基本部件 第二 在爱尼亚科中使用的是实进制 但它内部又有以二进制方式工作的电子管 机器在工作中不得不把实进制转化为二进制 而在数据输入输出时 再变回实进制 导致了繁琐和复杂 于是前辈科学家们针对爱尼亚科的不足 提出的第二条改进建议是 在计算机内部采用二进制形式 表示数据和指令进行运算 以此提高工作效率 第三 程序可以像数据那样存放在存储器中 由计算机自动控制执行 改进了爱尼亚科需要重新布线的缺陷 计算机采用存储程序的方式工作 程序由指令和数据组成 编织好的程序送入存储器 计算机自动执行程序 逐条取出指令 分析指令和执行指令 以后设计制造的计算机 都采拿了这一建议 我们把遵循这种结构的计算机 称为程序存储控制结构计算机 这也是沿用至今的现代计算机体系结构 程序存储控制结构计算机 由五大部件组成 初中时学习过 请大家回忆一下 这五大部件的主要功能 小达 请你说一说 输入设备 用于向计算机输入程序 数据和命令 存储器 用于存放数据或程序 运算器负负责各类运算工作 控制器负责协调和指挥整个计算机的工作 输出设备适用于计算机输出信息的设备 正确 我们以制作三国演义电子书的文字编辑为例 一般而言 人们通过输入设备将数据输入计算机 控制器向输入设备 存储器分别发出指令 将输入的数据存放在存储器中 控制器解释具体的指令 指挥运算器实现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 运算器和控制器协同工作 处理后的数据保存在存储器内 再由控制器发出指令 将数据从存储器传输到输出设备 完成输出 值得注意的是 一台真实的计算机 它的实际工作过程是十分复杂的 不同类型的计算机的工作过程也有所差异 在了解了程序存储控制结构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后 我们来看看 要实现这一过程 计算机需要配置哪些基本硬件 计算机根据规模用途的不同有多种分类 我们平时所见到和使用的计算机 大部分都是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从外观上看 主要由外部设备和主机箱组成 外部设备包括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 请同学们回忆一下 在制作电子书过程中都用到了哪些输入设备 小达 小雅 你们来回答一下吧 我们在输入文字时 用到了键盘和鼠标 在输入一些图片的时候 我们用到了扫描仪 还有些图片 我们是用数码相机拍摄后 输入计算机的 录音时我们还用到了话筒 你们例子的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输入设备 老师再补充一个 如果要输入影像视频 可以用摄像头或数码摄像机 小达 在制作电子书过程中 你们又用到了哪些输出设备呢 我们用到了显示器 来查看电子书排版效果 用到了音箱 用来欣赏配音效果 是的 这些都属于常见的输出设备 衡量显示器的性能指标 主要有屏幕尺寸和分辨率 如常见的屏幕尺寸有17英寸 19英寸和21英寸 老师 一英寸有多长 一英寸等于2.54厘米 那么17英寸是指屏幕的长还是宽呢 这里的17英寸 19英寸 21英寸 指的是显示器对角线的长度 小雅 关于分辨率的内容 我们已经学习过了 你能解释一下吗 好的 老师 分辨率表示的是像素总数 比如 1920×1080 表示 这台显示器的水平方向上 有1920个像素 垂直方向上有1080个像素 正确 分辨率越高 表明像素越多 也表明这台显示器的清晰度越高 输出设备除了显示器和音箱这两种外 比较常用的还有用于打印文稿的打印机 用于绘制工程图纸的绘图一等 制作电子书时有大量文字图片和语音 这些信息输入计算器后存放在哪里呢 小雅 请你来回答 存放在存储器中 正确 存储器是具有记忆功能的器件 用于存放数据或程序 小雅 你还记得初中时学过的存储器分为哪些类别吗 我记得 存储器分为两大类 内存储器和外存储器 很好 我们先来进一步了解内存储器 内存储器分为止读存储器ROOM和随机存储器RAM ROOM用来存放计算机系统引导程序 开机检测程序 系统初始化程序等 对计算机启动运行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一般情况下 ROOM只能读取数据 而不能写入数据 所以称为止读存储器 RAM是一种既能写入又能读取信息的存储器 如果计算机在运行时突然断电 ROOM中的信息也不会丢失 但是RAM内部存放的信息就会丢失 老师 那么内存条又是哪种存储器呢 内存条一般指的就是随机存储器RAM 老师 如果要购买内存条 怎么辨别它的性能呢 主要有两个参数来辨别 一个是内存主频 它代表了内存在读取数据时 所能达到的速度 以赵赫兹为单位来计量 另一个是存储容量 它代表可以存储在内存中的信息的总量大小 一般以极字节来计量 内存的类型 目前有DDR2 DDR3 DDR4等 内存存储容量有多种规格 常见的有4GB 8GB 16GB 小雅 你知道外存储器有哪些吗 外存储器有硬盘 U盘 光盘等 正确 硬盘是最常用的外存储器 盘量机械硬盘的性能指标 主要包括存储容量 缓存容量和转速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改进 还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硬盘 这些硬盘的工作原理和性能指标都有所不同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课后再去深入了解一下 老师 那么内存储器和外存储器 有没有性能上的差别呢 内存储器和外存储器 各有各的应用场合和功能定位 没有优劣之分 从存储容量来看 一般外存储器都大于内存储器 从读写速度来看 一般内存储器都快于外存储器 学习了这么多存储器的知识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 制作电子书时突然断电 重新开机后 新编辑的内容为什么找不到了 小雅 你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吗 我明白了 正在处理的文档是在随机存储器中的 随机存储器断电后 信息会丢失 很好 常见的外存储器硬盘 油盘 光盘 使用场合有何区别 小达 请你结合电子书制作过程中 保存数据的实际需求 来谈一谈 好的 老师 在制作电子书时 过程性的资料可以存放在硬盘中 如果中间需要向小雅传递一些文件 如大容量图片 音频文件 可以用U盘存储 便于传递 制作完成的电子书成品 可以存在硬盘 也可刻录到光盘 长期保存 很好 解释得非常清楚 在电子书制作过程中的数据处理 是由控制器和运算器共同承担的 运算器负责对数据进行加封处理 完成各种算术和逻辑运算 控制器的作用是协调并控制计算机的各部件 按指令序列执行指定的操作 一般在实体的计算机硬件中 运算器和控制器是集成在一起的 和成为中央处理器 简称CPU CPU是计算机的核心 判断CPU的性能 主要从主频、自长和高速缓存三方面来衡量 主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计算机的运算速度 自长指的是CPU一次可以处理的二进制位数 自长越长运算精度越高 高速缓存用来存放CPU频繁使用访问的程序和数据 它的存取速度远远高于内存 你接近CPU的速度一直交换信息 从概念上讲 高速缓存属于存储器 但由于它与CPU分装在一块芯片中 所以它的容量也作为反映CPU性能的重要指标 接下来我们来尝试比一比 小雅 请你来比较一下 硬盘、高速缓存、内存 这三者的存取速度 高速缓存是封装在CPU中的 它的存取速度远远高于内存 所以最快的是高速缓存 内存的存取速度大于外存储器 所以排第二 在这三者中硬盘的存取速度最慢 正确 小达 请你比较下这三者的存储容量 存储容量最大的是硬盘 现在常见的硬盘 存储容量单位一般都是GB 用于长期存放程序和数据 其次是内存 单位一般是GB 存放的是CPU运行所用到的指令和数据 最小的是高速缓存 单位一般是MB 正确 老师 如果我想查看一下 我们制作电子书的这台计算机的配置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 小达 这个问题你能回答吗 我来演示一下 可以右击桌面上的计算机图标 查看属性 看到系统的CPU和内存的具体配置参数 如果想查看硬盘的容量 那就双击计算机图标就可以看到硬盘的容量和使用情况了 我明白了 谢谢小达 老师 我们之前学习的那么多设备 怎么联系在一起工作呢 他们都连接在一个叫主板的器件上 主板把这些电子器件连接起来 通过数据总线 地质总线 控制总线 协同部件 一起有序工作 实现信息的加工和处理 小达 小雅 当你们利用计算机制作电子书的时候 你们是计算机的使用者 当你们了解计算机的硬件组成工作原理时 你们是学习者 接下来 希望你们能开动脑筋 选择合适的硬件 尝试做一个组装者 假定 用你来组装一台用于制作电子书的计算机 你会选择哪些必备的硬件呢 为保证计算机的正常运转 按照之前学习的五大逻辑部件 必须保证每个部件都有 首先 最重要的是CPU 为了存储数据 还需要存储器 RAM用于运算处理时的信息暂存 硬盘用于长期存放数据 正确 它们都连接在主板上 一起有序工作 由于CPU在运行时 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会帮助它散热 还需要安装风扇 查看排版效果 需要显示器 安装在哪里呢 输入输出设备 都连接在主板的输入输出接口上 我们一起来看输入输出接口示意图 显示器 扫描仪 音箱和话筒 小达 你来看看 该连在哪个接口上 显示器应该接在VGA接口 也就是视频接口上 音箱和话筒都接在音频接口上 扫描仪连在USB接口上 小雅同学 你赞同小达的连接方式吗 老师 我基本赞同小达的连接方法 但是 我有一些补充 显示器下方左图 是高清接口 应该连接HDMI接口 如果是右图的接口 就连在VGA接口 正确 随着接口的统一标准的普及 科技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设备 都不需要专属的接口了 直接插在USB接口上 就可以既插既用 连接输入输出设备更加便捷 刚刚我们讲到USB接口应用越来越广泛 同学们 你们了解USB接口吗 老师 这个我还不是很清楚 USB的全程叫通用串行总线 是连接计算机系统与外部设备的一种串口总线标准 用来规范计算机与外部设备的连接和通信 通过USB接口 用户在使用外接设备时 不需要关机再开机 而是在电脑工作时 直接插在USB上就可以使用 在同一接口标准后 它可以用来连接不同类型的USB设备 如USB键盘 USB鼠标 USB硬盘等 目前比较常用的两个型号是 USB2.0和USB3.0 从传输速率上来说 3.0比2.0快很多 USB2.0接口最大传输速率为 每秒钟60兆字节 USB3.0的速率为 每秒钟500兆字节 USB3.0的传输效率 是USB2.0的8倍 我们现在来对刚刚学习的硬件知识 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梳理 小小同学 请你先说 我知道了计算机由运算器 控制器 存储器 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 五大逻辑部件组成 运算器和控制器 合称为CPU 它是计算机的核心 存储器又可以分为内存储器和外存储器 内存储器由止读存储器 和随机存储器组成 生活中常见的硬盘 光盘 U盘 这些都是外存储器 我也来补充 键盘 鼠标 扫描仪 摄像头 这些都是输入设备 显示器 打印机 音箱 绘图仪 这些都是输出设备 两个同学总结的很好 提醒大家注意 只读存储器ROM 它不同于RAM 安装在内存插槽里 而是封装在主板上 同学们 今天学习了计算机硬件系统的知识 请大家通过思考与讨论 加深对本节课的知识理解 同学们 今天这节课 我们学习了计算机的硬件系统 你一定对计算机的逻辑部件 工作原理 有了一些了解 希望你能通过实践体验活动 加深对硬件系统的认识 为后续的学习 打下加实的基础 今天的授课到此结束 同学们 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继续